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masuk present full imprint x 做 teste 工程 Conflict ONE WRbaum发说 法说啊 这是回风延起啊 法说在纽约有一位弟子 他法号叫连雷 连雷知道吗 纽约金刚雷杖士 连雷法师 连雷法师 他在2010年的时候 走路不小心 摔断右手 摔断右手他又带三个小孩子 那时候他就把最小的小孩 叫做最小的女儿 叫做Lisa Lisa Lisa 就送到XX学校去读书 所以他在2002年到2004年 多去了这个旧金山 那么第一个看他的女儿在那边读书 第二个他去拜梁皇宝餐 他去拜梁皇宝餐 有一次他拜完 2002年到2004年之间 他去拜梁皇宝餐 有一次拜完 蛇头不能动 讲话不清楚 舌头就不灵佛 舌头不灵佛是属于轰的影响 这轰没有 气没有灌到舌头来 这个舌头 他舌头不灵佛 讲话就不太清楚 那他就问身边的施佩玲 他问到施佩玲 施姐 也是纽约的施姐 他说 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拜完梁皇宝餐以后 舌头就不灵 那施佩玲就跟他讲 你可能是中风 施上中风的前兆 中风的前兆 我们中医最厉害 你看回轰延起 就是中风的前兆 是让你舌头 有时候不灵佛 讲话不清楚 先从这里开始 已经有一点阻塞 那么他回来以后 他找了很多的医生 中医 西医 断层扫描 然后前身的脑部检查 心脏哪里通通都检查 查不出原因 为什么他突然间讲话不清楚 到了2006年6月的时候 他听说我出关 我那时候我在闭关的时候 我那时候我在闭关的时候 到了2006年的6月 他听说我出关以后 会到金刚雷上市去开关 2006年6月 这个连雷法师 他写了一封信给我 他说他讲他的现象 师尊就是画了三道符 画了三道符 用这一种加回轰延起的这一种力量加持那个符 给他 他吃了三道符以后 吃完第三道 舌头就正常了 他一共有四年的时间 舌头不正常 讲话不清楚 四年 不是说四天 或者四个月 不是 他有四年的时间 讲话不正常 而且舌头始终没有办法领佛应用 结果那三道符下去 他就完全好了 这是他的第一个感应 第一个感应的事情 这个 话说这个连雷法师的第二个感应 是这样子的 这个感应不是很好 他第一个感应 我认识 我是说 他在拜灿的时候 他卡了阴 卡了阴 就在拜灿的时候卡了阴 四年当中讲话都不清楚 我发觉有一种现象 有几个人讲话不清楚的 莲花正福 讲话不清楚 他说他这嘴巴一直在抖 自从这个跟叉叉接触以后 他嘴巴一直抖个不停 像鸟嘴啊像鸟的嘴一样啊抖个不停 他已经卡了 这个人类法师的现象也是这样子 另外还有一个 蒙面 蒙面的嘴巴 他只要一附身一讲话 就是这个样子 另外还有那个花莲 那个花莲同修会 廖赫群 他上台讲话 讲不出来 这嘴巴也是这个样子 那脸脸恐怕也是这个样子 几个人 我印象当中 有几个 卡因的讲话都是这样 嘴巴这样翘过来翘过去 翘过来翘过来 而且会发抖的 嘴巴会发抖的 这种现象有 这种现象有 就是那边的那个插插服的 一个鬼附在他身上 我们那个蒙面也是啊